新北市一名交通员警在上周执行时 不幸遭到拖板车给撞死 市长张通龙除了感到心痛之外 也建议台六四的甲线 东岸领外道路要设置测速的监视系统 来达到警告的作用 万安37号灾害防救演习 基隆市政府获得全国秉祖第三名的夹击 下榜局长唐振宇将奖牌献给市长张通龙 副市长柯水源以及秘书长许清坤 代表全市政府的光荣 随后市长张通龙表示 发生在台六十二万类快速道路交通远警 遭撞死的意外让他心痛 而他也发现台六十二甲线 东岸领外道路都没有设置任何的超速监测系统 只是交通旅游处要建议公路总局 尽快设置维护交通安全 那这个延伸到我们台六十二甲线 台六十二甲线前线 前线都没有这个所谓超速的一个监测系统 所以我请我们交旅处 就能够帮忙赶快跟这个这个 我们这个交通部啊 还是高公企啊 然后研究一下看一下 我们这个台六十二甲线 有些地方还是有弯度的 假如说这个没有这个 一些比较比较危险的地段 没有做一些这个时候的超速监测系统 我们还是比较什么时候发生状况不知道 因为这边都是重车在跑 那有时候到夜间啊等等 到时候还是有危险的存在 所以我们为你筹谋啊 就请交旅处这边再跟我们 是公路高公局吧 应该是高公局吧 给他们研究看看是在某些路段 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超速的监测啊 可能会比较比较安全一点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 到时候